传统上认为或者一直认为 中国人是爱储蓄的民族 一直爱花钱 一直爱攒钱 一直爱储蓄 在这些年来 中国人负债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从我身边的观察也是这样 负债的人真的是 除了房贷之外 我认为房贷不算负债 你拜计房贷不算负债 都要排除在外 那么其他负债的情况越来越多 我总结了一下 负债情况最后有三个 一个是超前消费 买了自己负担不起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创业失败 那么第三个 现在这些年比较多的一个 就是被诈骗 被骗了 先说一下第一个 超前消费 以前中国人是白里消费的 不但是没有这种借钱消费的观念 这些年被鼓励 因为消费不正 被消费鼓励 各种网贷 各种APP都让你贴个手机号 给个身份证 给个刷个脸 就能够消费 让他借到钱 导致很多人 就没有 没有这个步入社会的人 没有这种赚钱工作 上班经验的人 可以借到很多钱 比如说越来可能 一个月拿个生活费 一两千 就很了不得了 出社会之后呢 发现自己通过各种平台 信用卡也好 各种网贷平台也好 轻松可以搞到十万二十万 一下就负了 这些不知道怎么花了 就随意买一些包包 甚至买一些不属于自己 完全负担不去的东西 导致很快就花完了 对吧 原来可能包括吃饭 原来可能一天只吃 十几二十块钱的饭 这一下有了十几二十万块钱之后 搞吃什么 吃一顿饭有一二百 三五百 胡捧好友 叫上一大堆 可能一弄就没了 这很多身边的人 很多这个年轻人穷义 总结很多这样的案例 就是有解 入舍易 有舍入解难 对吧 很多人一下子消费起来 消费起来 这两年难转了 他们就是更 更把之前的一些消费习惯 得到现在 更难够回去了 消费这个大手大脚 然后看了之后呢 就看一眼 他们怎么改那么消费 回不去 就是这个超前消费 像毒瘾一样 甚至比毒瘾还厉害 就是看起来 就是我们叫吃喝嫖毒 为什么中国人很智慧的 把吃喝放在第一和第二位 看起来好像嫖毒不厉害 没有那么厉害 但其实吃喝的影响 它在日常 影响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 就是你觉得好像没什么 但其实是 好像一次吃个饭 现在出去随便 跟朋友们聊天 吃个饭 谁还吃平衡饭 谁还在乎 就是随便吃个饭 塞五百 没了 一天可能 一天就搞个一顿两顿 上午一顿 下午一顿 就是这种吃法 还有朋友出去 也是 吃完饭再唱个K 再唱个歌 划上五六百 再泡个澡 划上五六百 对吧 这个搞一次 就花好多钱 消费不起 这其实是大部分人 所不能负担的 但是 正是为超前消费的观念 或者是这种 消费主义的观点 导致他们 特别愿意消费 特别毫不在乎的消费 而且认为理所应当 没什么 这种其实是 负担挺可怕的 就是 好像 因为好像没什么 不就是吃喝吗 对吧 那么深入这个观念 不就是吃喝一下吗 但消费影响非常大 花钱特别多 日常不借刀 不借学 像 以前老人说过的一句话 灵刀的歌 看起来 不借学 但实际上刀刀剑肉 那第二种情况 创业失败 这两年太多见了 疫情影响 到今年的话 疫情虽然已经结束了 各种都放开了 但是还是 对创业失败的这种影响 还是特别大 各岗各业都不好 不太好干 东西不景气 一时暂缓 一时半缓 看不到恢复的希望 身边有不少朋友 因为创业 之前呢 借钱创业 搞很大的办公室 搞很大的排场 原来是盈利的 从去年到今年 开始不盈利 开始赔起了 就特别难受 我搞了 我儿子在叫我吃饭了 就快录来给其视频 这也是一个麻烦的事 借钱创业 搞得了 失败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被诈骗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年来 大幸 电信诈骗的情况 特别多 很多人说的 身受其害 电信诈骗 真是防不胜防 因为很多人 就是从 一个传统的 农业社会而来 没有经历过 这种复杂社会 没有经历过 复杂社会的一些 这个事情 特别容易受到 受骗 比如说 最简单的刷单 刷单这玩意儿 身边已经 至少要两三位朋友的朋友 或者是老婆 还是家人 刷单受骗了 包括我 我家人没有 刷单 刷单受骗 就是想要赚钱的 说一次刷单 给你20块还是30块 结果慢慢卸进去的 最多的被撇过 20万 这种经常宣传的 这个社会上宣传出来 谁谁谁 哪个地区被扎披了 300万 尽管如此 还是每天都有 大量的人 刷单受骗 就这么简单 就是刷单 告诉你刷单 然后能给你返运 返运净多少钱 最后根据 它的一步一步操作 你就刷单受骗了 特别搞笑啊 特别简单 有时候想 这是 规矩为智力问题呢 还是社会因素呢 可能都有啊 都有 还有是在那个情境之下 这个套路啊 一时半会 没有 没有 没有解开 就上刀受骗了 还有这种 急于赚钱的心理 抓住这种心理啊 都有 综合因素可能比较复杂 更离谱的啊 还有就是 冒充攻击法诈骗 也是特别多 层出不穷啊 公共减法诈骗 就是说 这就就就就 就是低队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说 告诉你这个 你被刑拘了啊 需要你交 交交交钱 这两天甚至更有一个 笑话出来啊 北京公安这个 微博还发了一条消息啊 也很无奈 说有好多骗子啊 冒充这个公安局的人 先进队的人 说你这个 由于为什么被 公安局给立案 然后又直线枪决 我们已经派出两个人 去直线枪决了 请你立即交交 多少钱到哪儿 否则马上被枪决 很多人吓坏了 就宁愿马上交钱啊 对吧 这种骗子也能得逞 很不可思议 还有各种这种 投资理财诈骗 我有个朋友就深受其害啊 然后一个 一个人吧 也不知道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机器 还是一个团伙啊 冒充的啊 一个年轻帅哥啊 他是个女的啊 我这个朋友是个女的 然后骗了他四十多万 就告诉他这个 投资一种什么外汇 能够赚钱 一开始是投一千 赚两千 投两千赚四千 赚得很猛 直到他投四十万进去之后 颗粒无数 一风气也没有回来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反正这个 负债累累的情况 越来越多啊 这就是我观察到的 主要的三种情况的负债 怎么说呢 警惕吧 人生当中负债 实际上的负债 比如说房贷这种啊 可能是健康的 哪怕现在房贷啊 也因为在房价上涨的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问题 在下跌的时候 就问题很大了啊 很多地方的人宁愿 房子送给你 你只要给我还房贷就行 因为那个房子 房贷 房的下跌的程度啊 已经超过了50% 导致他的这个房贷啊 被击穿了 这是很可怕的件事啊 所以未来不明朗 经济大环境啊 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你继续持续负债啊 就是搞得家人鸡肥狗跳 真的是我看到我家里人 我家人有我亲戚 家人亲戚也有这样的情况 身边也有不少人这样的情况 就是搞得鸡肥狗跳 真的是一个人负债 搞得全家都不得安宁 不得安身 特别悲催 特别难过啊 本来就生活很艰难 你有负债之后啊 就特别特别难 所以这里啊 建议避开这三种负债啊 那相对房贷 房贷负债还稍微好一点 这三种负债是特别可怕的件事 尤其是第一种啊 消费负债 那和负债啊 消费负债 那很多人就是觉得 到现在啊 觉得这个吃个饭嘛 吃喝嘛 有什么啊 就是这种没什么的 导致你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 而负债 你的赚一次的速度啊 跟不上你的消费 那你的负债就会无底多 因为看起来好像 像这种诈骗 像这种创业吧 你只能失败一次 可能失败了 你也不会再来 对吧 而像这种消费的 高消费的负债 因为它太规于日常 可能你暂时还清了 之后也可能恢复不过来 因为你已经消费在那 很难停下来 真诚建议啊 惨痛教育 甚至被好多人 已经发生这样 避免这三个负债 甚至避免一切 自己承担不起的负债 好多人的负债